先切线 摸他一下 再摸开启黄暴 你一级非要跟我钢什么呀兄弟 我就给你砍 兄弟我不躲你 好吧 OK 李信这边被我点成残血 他第一个兵没有吃到 先把这波线清完 李信一级确实可以雄一些英雄 有一些很多英雄一级 其实硬拼都是拼不赢李信的 那肯定是不包括明月呀 不过他砍我一波也能增加一点经验 他每次攻击到我好像是能增长10点经验嘛 而且浪费的时间我也不能再去刷那个小鸡了 直接打赤甲吧 少刷一只小野怪 对面是一个刘备 我不知道他红开蓝开 这波兵线要快点清 没有辅助帮刘备清线的一个情况下 我这边把线清完 清完第二波线应该是没有风险的 不过要第一时间回去肯定是不能再往前走 再往前走可能就要被这个刘备抓了 买上一手小鞋子 在上路这波是要被抓的 看到长额位置 砍他一下 往中路走 我来帮你抢线权兄弟 连住长额 摸一下 我操我一技能还没好 乌鸦炸 乌鸦的飞机 跳 快跑 吃后血包 刘备这边不用选择带上路蹲我呀 我是心里没认为刘备会带上路蹲我一波的 所以说这波我干脆就没带上路露头 我是选择直接去了转线去中路帮貂蝉抢一波线权 然后再想带着貂蝉一起转换 我是一个这样的想法 这不要被理性消耗一下 对耗子状态有点多呀 我这点血量现在面对理性会很被动 这个河蝉得让 那没办法 主要就是因为我们家打野是南开往下刷 对面打野呢是也是南开 他是南开往上刷 是一个对背的开局 所以说我这边就会有点被动 理性如果再装逼的话 我们是可以找机会弄腾的 先把这波线清完 他一旦升到四级的话 现在看起来金矮好像比我多一点点 白抽小护甲买出来 哎哟难受 我想不行就直接开狂暴吸口血吧 拉脱 卧槽兄弟心态崩了 气急败坏只能出来一套两下 哎呀 现在就是血量一直被压制 血量没法吸满了 这个血量还刚不过的 先用狂暴吸波血 然后也结果还让他抢 哇兄弟难受 说真的理性的东西其实 倒是不能说 拼是肯定能拼的赢的 但是你一旦线上 吃了一点点小亏之后 你就非常被动了 赶紧回家 趁这个机会赶紧回家 补一波状态 最后血包留在防御塔下吧 回去补一波状态 我满状态的情况下 一直能直接跳理性上 脸上跟他钢就好了 他得交个闪现才能跑 让这小子给我整的有点难受啊兄弟们 主要还是一波错误的角色吧 也不能说角色是错误 如果那一波刘备在中 我跟嫦娥 刘备在上路蹲我 我是猜他在上路蹲我 然后我打一波理性状态 打一波那个嫦娥状态 再抢完中线再回上我 那就很舒服了 但是他妈的刘备直接去中了 他根本就没有蹲我的意思 野区啥也没有 理性现在也摸不清的去哪了 我们现在这里蹲着吧 经济的话1900 理性这里呢也是1900 我们两个经济是一样的 可以说现在是完全没有压制住他 理性回来 二精灵 哎哟 哎我这什么懒的食物啊 人都麻了兄弟 我在干什么 这二技能怎么回事啊 放的太草率了吧 我直接裂开兄弟们 这二技能放的太傻了 怎么会有这么蠢的女人 接着开狂暴吸口血 跟理性拼的时候没有狂暴 不要紧 但是必须 血量是满的 不然容易扛不了伤害 理性这边是选择去支援了 这局我这前期真的是太食物了 我说这二技能蹲草空二兄弟 太蠢了太蠢了 认真一点认真一点 别闹了别闹了 把这边小野刷一下 中路 哎呦中路又没人收他 先把这波线起完吧 我刚才应该先去补中线的 还是我的问题 这个东西应该我去补一下 理性这边买了两个魔抗 我手里狂暴还没好 蹲他吧 他并不倾尽我的位置 妈的蹲到一个刘备真是糊了 A一下 A两下 A三下 A四下 我堵他没有达刀 妈的也没死 啊 乌漏偏锋连夜鱼 每次都差一点点 圣剑买摔 刚才有圣剑这刘备必死的呀 他们两个是我们 进我们野区把野区全刷了 现在我好被动啊 一波选择性失误之后 然后就一直被压制 摸一下 再摸开启黄帽摸 摸 啊 哎呀 他一个一技能刚好把我二技能躲的 这个理性很会应对明月 妈的真的会呀 但这刘备看着呆呆傻傻的 理性要转中路吃线去了 他是走我的路让我无路可走 而且刚才我感觉就算连住他也不行 他还有一手闪现的 这种这么特别会玩的理性感觉他会第一时间交散跑 这现在我这好被动 理性三千九领先了我四百块钱 主要是那波该转中 他下去支援我该转去中路吃线的 我他妈没去转 我这脑子也握 操作也傻 在这个槽里稍微蹲一下 我都不懂 你等一下二技能吸住这边理性 东西一下两下接一个大招人有点多 可以等一下接乌鸭的飞在一下 A死跳走 吃口血包没死 可以 再吃口药 理性这边的话也是一个残血 我这波可以开狂暴吸血的 狂暴净他们用来吸血 真糊 理性的位置 没机会弄了他 现在塔里吃的血包 连住这边小兵 把血包吃掉 冰线接着清来 好在刘备给我漏了一波破载 好在这刘备傻了一点 我拿buff 谢谢 红给我兄弟 走到我脸上 可以兄弟摸 摸阿尔西 摸 摸这个拿到一丝血 收掉可惜不是稳头 往上走位往下再走 OK走了 谁讲道理我感觉确实是我失误了 但是 妈的这理性也确实是挺会的 把这小鸡俩的接着上路消停清波兵线 理性这边是去了中路 先把这波兵线清完 这小鸡怎么开始跟我了 这小子 但是感觉我比较猛烈吗 再上草蹲一下 蹲一个有缘人 没有有缘人 我们就直接拆塔 你不要着急呀兄弟 蹲一会儿啊 我感觉会来人的 这防御塔这边剩的血栏不多 大吸血买出来 别走了兄弟 把这手背心买一下 首约的位置 乌鸦子飞机 踩下来 A2吸住 开启狂暴 拼 拼接一个拿捞 他应该是要死 OK收掉一个傻饺子 买上一手雪石头 对面他妈的就这理性完了最好 然后还是这理性跟我对线 关键是我还失误了 其实也不是失误了 就是一波判断错误之后 判断错误之后导致自己一直被压 一直被理性打状态 到后面 但是空二也是失误 到后面空二也挺蠢的 现在搞的 反正现在是缓过了 他其他的队友还是挺难的 乌鸦子飞机 踩进来 摸一下 摸两下接一个打招 打一套 直接走 把线起完 红的话已经刷新 摸一下 莫泽 给他一位 大呀 摸2吸住摸一下摸两下接乌鸦都飞机 他还是要死的OK 这下平已经A团了 再摸一下 红的话这边还在 猴子这边上去直接凉凉 我操你是真往这个理性脸上跳 我老弟 把这边红muff拿一下 踩掉视野之灵 理性过来 摸 摸 摸鸦一个拿到一丝血 直接秒掉 炸一下 摸二吸住长蛾 摸 摸接乌鸦都飞机 踩上来收掉长蛾 再摸手鸦摸 摸OK 直接一波三杀 嗯 走了走了 把这边线清完 我已非昔日无瑕磨 我操是理性 他买的两个磨炕完了他又给卖了 你是真他妈的是个天才呀兄弟 不是怎么还带卖装备的呀 摸 这开看不起我了万 我说我怎么直接秒他 我以为这理性秒掉的 就打他一套摸二吸住开启狂暴没吸到好凡 A下131往后拉 往里追装作不要命的样子 然后再出来 走了走了 131玩他一波 二技能短了一点点 他没有像我不像我一 哎呦 难受难受 遇过一手冰箱们回上路接着代谢 这局算对面两个法师 但主要的还是 主要的还是物理伤害 我们这边还是要出一个冰心的 刷一下这边小野怪 9分40秒 队友是 刚开龙吗 没有 我看猴子刚才好像开龙了 8000亿的经线我们上路接着代谢 这局经济低的原因 本来杀了挺多的 经济为啥低呢 就是前期被压制 前期没打好 把这边限清完 红的话还有14秒钟刷新 13秒 我这边马上过来 这个位置 微压着飞机 跳下来摸一下 再摸加20度 没有恐怖啊 摸 我这一个拿着秒掉手 想什么呢 他看他还有白光血 他 可能还是就是对于米约不够了解吧 他不知道我能秒的 其实很多人都不知道 因为狂暴米约现在登场率真的是极低的 你玩20局 或者玩30局都不一定能碰到一次的 冰心买传 还是想去做一个巫术法杖的 对面放了视野之灵 先把这边眼采掉 我现在是完全不怕对面的 采掉眼 清一下线 李星一个拿刀挂在我身上也不怎么通 虽然他已经做出了破军 把这边陷清一下 但他没人上来跟我打的一个情况下 我这边也不好操作 你新位置 一下子也不到 乌鸦都飞机 不好上 快我来摸一下摸两下 我怎么上来了 我上 上去飘一波 不过还是能走的 他们这几个英雄都是手加强 但是追击不行 除了刘备 但是刚才刘备不在 所以我上去浪一下 并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问题 上路好像还是要找机会 接着往上上一下 上路兵线马上进塔 对面第一时间没到上路 二技能连这边 我操 差点给我秒 快跑了 不太好硬上说真的 对 队友把龙放在下路 我先回去刷点小野回扣血 兵线应该已经都被截完了 这个龙放在下楼放的属实有点晚 他们的纯纯的有什么呀 首加皇帝阵容 首约加上一个李姓 还有一个墨子 首加皇帝阵容 真的不好推 你在旁边换有时间长了 你就会被打撞他 状态越来越低 越来越推不上去 你上去钢的话 还有刘备和长龙 他们守起来挺猛的 摸二吸住 摸开狂暴 得着机会赶紧钢 摸摸接乌鸦 这会就不能给你踩 进去一个大招 李姓一丝血 有闪吗 大招的杀害一个瓶 李姓扁死 OK 鬼血全死 可以 扁水晶 不出来拉倒 不出来直接一波 拿下